y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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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囉 可以開始囉 這一題應該是 Shaba Shaba嗎 霧人子弟好不好 我們走霧人子弟 欸 所以誰開始啊 有 我吧 霧人子弟 哪個霧 你絕地 好 霧誰 我們這一次想要聊一聊 呃 我們學校有12個科系啦 那其實外面那個 百工百業有超級多的行業 我剛剛講都百工百業 百業豆腐 被窗是不是 没有啦 我上一次我们不是办了一场很疯狂的事情吗 等一下喔 很多场 你是说哪一场 对不起喔 我先前情提要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2020到2022、23 都是我们全世界的疫情 那几年 那其实我们一路就是忍着 就是从2020爆发以后 一路到后面 小朋友他们好多年都没有毕业旅行 好多年也都没有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全部都被取消 大型的聚会全部都没有 全部都被关在家里 然后线上教育 其实白了好几年 那时候 真的 连上课也白了 真的 我们上课也是极痛苦的 因为他只能线上 我教博弈课你知道吗 那博弈课是要发牌跟人家打牌的 还怎么发给你看 我变线上核观 我变线上核观 还是你现在变的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塔罗牌的 就是说你抽一张 我现在帮你算一下你的命运 那时候那个 我就在线上课程 那个Google Me 然后Google Me 就是会有很多人有开镜头 那时候柯利仁的那个萤幕 柯利仁 有看到他老婆 他老婆说 他要下弦 place your bet no more bet player banker 他妈还赢钱 很过分 那时候 我就在线上变线上核观 因为我没办法 他们现场实作的课程全部变成线上 这个真的是超痛苦的 这就跟那个体育课在镜头随便这样 就我儿子啊 线上的课程体育课就说来 握紧放开 握紧放开 然后就起立蹲下 起立蹲下 那时候我看到那个什么我女儿的 她上课的时候是那个交互蹲跳 那个邻居跟你抗议我随便你 而且他们是要拍给老师 所以你就看到一排的那个 就是他不是分享的画面 就看到一排学生那边就是 其实我在线上看到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荒谬 就是拿出你们的布克牌 每个人都这样 掀开来 在干什么 所以他们要同时展那个 对 展开来 好咯 那我们今天点名到这边 拜拜 就那个年代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超级痛苦的 所有人应该有的回忆都全部不见了 我在思考 我的好像也是 我要线上搭扮给大家看 车给大家看 超级扯的 那时候我认真讲 那时候教育真的是 几乎全面是失败的 因为我们全台湾 那时候没有像其他国家 可能那么的追求线上教育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还在试办 所谓的叫做摩克斯教育 你们可能会上网查到这样子的课程 但那个都很像补习班在录影 我们没有办法提供一些 即时可以互动的方法 因为那都是预录的 预录的 那我们第一次就在疫情时间的时候 用Google蜜互相在线上在那边沟通 好 然后我们就忍了两三年 那时候学生 我们去招生 因为我是在招生相关的单位 我知道 然后就去了以后 他们说他们都没有隐心 然后他甚至连毕业典礼都被取消 连续了好几年 他们其实蛮惆怅的 那些小孩子都 我不敢讲忧郁症 但至少影响他们心情很重 所以我才告诉你 告诉我们的同事说 不然来办一场 好不好 我们把大家失去的都找回来 Yes 你要问我好不好 对 我没有问他们好不好 就是我想办 我真的忍不住了 然后我就办了一场全校的 九系大音星 对 联合音星 联合音星 那时候在疫情的算是 中后段 好不好 不是疫情最巅峰的时候 那时候是第二阶段解禁 好不好 第二阶段 我们不是在巅峰的时候 就不是说每一个人得疫情 就已经关14天 那时候已经好像是7加0 还是什么的那个年代 所以我们出去之前都有快筛 我弄了一个 他说外面大集会只能500人 那时候我们控制的上限是500人 结果我以为没人会参加 结果实际报名的有400多人 因为连学长 学长姐他们也会来 因为他也pass掉了那个 对 当应届的 然后毕业的学长姐也一起回来 全部都回来 那时候我们办了一场超级大的隐形 两天一夜 超级大 我们一起烤肉 然后一起移私坐游览车 到那个白沙湾 然后我还把独木舟 蜻蜓等等的 全部都在那边去玩 玩一个超开心 然后还住了那个福隆饭店 只收1000块 这时候我还你是把礼堂弄成夜店吧 对 那时候我们 我们演唱会把它变成夜店 对 就是我们请了我自己旅游系的毕业学长 那他自己有在学那个DJ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跟他要歌单 跟他敲了十几次年轻人喜欢听的歌 那天晚上放歌 超开心的 所有人的衣服都脱了男生脱而已 好不好 把妈妈没 没有所有人 没事 没有所有 没有所有 是男生 部分男生 然后我们就在学校玩了一场 久违的聚会 我只能说久违的夜店文化 我们就把带到那个新生 那那些高中生我相信应该 高中刚跨大学 这些准大学生就应该很开心吧 因为他们没有去过夜店 确实没办法 因为18岁以下 又疫情 那时候很开心 我们还请了艺人来等等 我真的是费劲功夫 让大家满意 那时候我就发现了 各个科系都有一些小怪癖 超烦的 小怪癖哪到烦 只是他的美感而已啊 因为我要take care九个系嘛 不然你干嘛办 那时候九个系超好笑 然后九个系都有怪癖 所以我这时候 今天的主题就是我想要聊 大家的怪癖 对 就各个科系特别的怪癖 都会惹毛你 来 雅文 你知道你自己有一些很奇怪的怪癖吗 他千情提要是服装设计相关 大家知道吗 那一间很有名的大学 实践大学毕业的学生 很下巴的那一种 我是 我以实践为柔 那时候我偷偷的跟我兄弟 跑到他是公社的 然后我去帮他弄摩托车 我偷改摩托车都用他们的工具 好 谢谢实践 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就遇到辐射了 然后辐射就会对我品头论足 超讨厌的 他没有品头论足吧 只是觉得你可能没有走路他的 我才觉得你们奇装异服吧 我们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个性跟特色 我只是穿个素T加牛仔裤 说我没style 没有优质 白T恤没有露出来 那我觉得好 我觉得是讲 如果讲服装 服装的我们对于他的要求 跟设计面也有 所以你刚刚讲服装 就我们有聊 以前不是有那个在聊过 你看我就不能接受 有人买格子衬衫 然后格子没对格 条纹没对条 然后东西没车好 线没压起 那你这边 有这个有 就很烦啊 然后看这个字没有印好 它歪了 胶没有上好 之类的 没有它没有 我跟你们讲 我跟你们讲 我们现在身上穿的这个衣服 也要问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 这个是我们台北海大新的希望梯 它叫做 它是一件大的帽梯 你看有帽子 我现在戴不起来 它不能戴上 我脸太长 这件帽梯 等一下 它脸太长 所以帽子戴不上 好sade 我们有出两个颜色 它是绿色跟黑色 黑色 好 那 因为亚文这个神经病机车教授 他很坚持这个衣服的品质 所以他找的是UA的厂商 穿起来比较舒服 这是UA的厂商帮我们出的版 应该说在看的时候 我这样是帮UA打广告吗 你会看他的车工啊 然后会看他的布料 还有他的 其实会看整体啦 它是秋季新款 里面是没有铺毛 但是是非常温暖的 他的支线缝线 都有符合机车教授的要求 对 他连背后我们有个超漂亮的logo 那个logo都没有被帽子遮到 你知道这神经病跟我录多久吗 还好吧 好吧好吧 如果有看节目的 不管是你是不是台北海大的学生 或者是你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朋友 我们这件帽梯呢 它是UA帮我们代工制作的 那它不会太招咬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大学题 我觉得非常好看 如果你们购买的话 这一件是980块钱 什么叫做不会太招咬 我觉得很窍困哦 那这件是980块钱 不管是绿色还是黑色 什么size都有 最好是买over size 你现在是老王上升 我们第一次业配啦好不好 让我给一点机会 自己配 好 那这件980块卖你 它是UA出品的 然后只要你买一件 我们就会存100块钱 当我们台北海大的梦想基金 哦 真的哦 我希望是这样子 这个成本 你自己去查UA一件要多少钱 对 其实这查得到 查得到 你一定查得到 我们卖980 绝对是不会贵的 然后它的品质绝对有保证 对 如果你买了的话呢 我们就会捐100块钱给我们台北海大 然后想要办活动的孩子们 你们就可以来提案 我不知道我可以帮你们募到多少钱 但是这些钱 我会希望可以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更有特别的 给孩子们的一些新的想法 这些钱是 这些衣服我们刷的没有很多件 然后是我们希望可以帮大家圆梦 所以我叫它梦想帽梯 好不好 海大的梦想梯 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 帮我们买个一件两件 我跟你讲 下面留言 绝对很好穿 绝对很好穿 那我们的尺码 因为我们最红的那一片叫做One Piece 所以希望是不要穿内裤 我再折200给你 对不对 不要穿裤子哦 他真的是很闹耶 好 那绿色他是比较偏 墨绿色他比较显白 大家眼睛应该 对 对我这种直男来讲 你那时候跟我讲的绿 有浅绿墨绿 那个什么湖水绿 我有拿色卡给你对 超靠北 我要直接切回来主题 这一种服饰类的超烦 我那时候跟他敲这个帽题 他说黑 有浅黑 小光黑 然后墨黑 然后还有什么 亮光黑 蓝黑 就是黑啊 没有 你摆在一起就不一样啊 超级烦 你不觉得这样子 然后我想问一下 那个车子烤漆的那个 不是 车子烤漆色卡有42种 烂吧 不是啦 你这样子很烦耶 哪有 你不觉得这时候 有时候会给人家一点压力吗 不会 我只是想要他既然要做就做到好 对呗 那如果那烤漆42个 要你挑 你是会好好挑 小光黑42 好 重点来的 我们这一种小小的PT 都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啊 可是某种程度 人家觉得你是专业性在啊 所以那时候九个系 全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我观察到一些超级好笑的现象 例如 例如 那时候九个系参与的时候 有宠物系 对 旅游系 是 运动休闲系 是 海关系 宿船系 宿游系 餐饮系 有 银法 银法系 演艺系 这些 然后全部由我们参与这个盛会啦 嗯 然后那时候我们又要凑 就是几个人一桌 因为疫情他有一个要求 所以不是说你全部同班就可以在一桌 再来我们银行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拆开来 我希望是大家混着嘛 都银行要认识新朋友啊 对 那时候就发生很多样态 那一桌 我不用看 我也不用问 我就会知道它是哪一桌 那一桌 我不用看 我就知道它是哪一系 多好笑你知道吗 那时候我们硬把 航海跟轮机 凑跟宠物在一起 你有印象吗 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凑吗 各位观众们 航海跟轮机 它是92%都是男性 那那个8% 还可能是存在在硕士班 还来的那些航管人员 实际在四季大概95% 班上有一两个女孩子都偷笑了 女生是珍贵的宝物 对 银行的时候那个会长 一直戳手 为什么 老师 可以跟女生分一组吗 然后我们就尽量跟90%以上 都是女性的宠物系 我们把它戳合在一起 那时候一开始只有三个 那个叫轮机系的报名 我刚才说跟女生 那个宠物系合办 100%都到了 全班报 全班报名 一个都没有少 真的 那时候在一起考漏 然后那个会长就这样 一群人都没有做 宠物系我们那时候很大方 女生都已经被那个阴婷 我记得还是 反正是学会了 有各界的那个代表会 代表 然后就直接把我们学生都拖到 他该做的位置就直接做好了 你有没有分 然后我就说你们站在干嘛 我不敢做 真的 一堆男生站在那里 然后我就说好 你就去做 然后那个会长超好笑的 他走过去说 同学 是 我 我可以坐你旁边吗 不然你要坐哪呢 然后那个同学就直接回答说 好啊 然后他愿意 不可以 他愿意 我说干嘛 求婚是吗 干什么 真的 真的 那是 那个 轮机系的会长 他愿意 你有毛病啊 可是我们不是有跳那个舞 我们还跳第一支舞 第一支舞 然后因为就是它是分两圈嘛 内外圈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女生就说 啊 我可以下一个 就是他们不是两边这样轮流吗 他就说 啊下一个要到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的快到了 啊好希望哦 然后他们后来打听到说 老师以后可以多跟那个 四龄校区的同学一起合办活动吗 嗯 真的是超级好玩的 然后那个 轮机跟航海系的 那真是有够臭直男的 那个坐下来以后 我都帮你考 没事 全部变工具人 好 那我也顺便爆料一下 宠物系有没有一些怪癖 刚刚那种工科类的 大概都是臭直男性 宠物系有怪癖吗 银星的时候 先保护当事人不讲名字 就有促成击对了 我们宠物系 是有跟 旅游系在一起的 哎呀 好不讲名字哦 然后那个宠物系的是女孩子 我好像知道是谁耶 哎呦不讲不讲 然后他就来问我说 宠物系有个神经病的怪癖 做什么都要带着他的狗 你们是有毛病是不是 我们没有毛病 我们只是想要随身吸带 就是他居然来问我说 老师啊 那个 我很想跟他约会 可是那个moteo不能带狗 好有 不可以 我说你有毛病吗 有个地方叫做宠物住宿 对啊 你可以送去安清 他住宿舍 那我们就先送外面的宠物住宿 对啊 然后我说 你就可以尽情地享受你的 你带去是要干嘛呢 关温站 他说不行啊 我不能放他一个人 如果他手过去摸到这边 旺旺 那你要怎么办呢 不是 他不会觉得有宠物的眼睛 指示着你在 然后一直叫你要关注我 我跟你讲 我也问了同一个问题 说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你的狗儿子 你的毛小孩看着你啊 嗯啊 他一直在 你知道 他说 他会常常爱睡觉 我把布盖起来就好 我说 他也会醒过来吧 你是说当你要做什么事情 他看着我 然后布这样丢过去 我 我都会说会舔你的脚啊 Oh my God 他说会关在笼子里 我有问 那为什么还要带去啊 对啊 就是你们宠物戏很奇怪啊 做什么事情 你谈恋爱 要做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都要带着呢 爱屋即屋 干嘛 演示还是什么 表演啊 嗯 那时候我就骂他了嘛 他说不是啦 那我们就 我会盖起来 他的专题可能是宠物友善空间 然后他说他盖起来就没事了啊 我说哦 好啊 然后我说不是啊 他会醒过来啊 他说那时候已经早就结束了啦 哎呦喂啊 我们旅游戏才没冬头咧 哈哈哈哈 我不说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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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发现那个宠物戏啊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把宠物带在身边 我觉得很有趣 会把如果我们家垃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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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携带我也想随着带随时带着他去很多地方吃饭啊出去玩啊散步 你跟你老公 怎么办 我跟你说我没办法 我可能连丢布 可能就把他关在别边吧 对 你关在别间 狗会一直发出声音啊 他想见到你啊 会 我们家狗会 我刚才聊到这个 就是会啊 因为每个人都这样讲啊 所以很快就结束了啊 不要这样说 快点快 他自己还有情境剧 那时候我就发现了 各个系都有 他自己喜欢的 或是特别的怪癖 但是自己竟然不自知 因为多数他们会觉得说 我比较会问这个的状况 就你刚刚讲 他是住宿舍 我们宠物是可以 带狗狗一起入住的 所以当他住外面的时候 他就会担心他的狗狗 只有他在宿舍怎么办 他如果废宅 他们也会影响到别的住宿生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 那我就会随身细带 不管去上课去 但我们上海 我们工作地方也可以带宠物 所以他们会带着随身去 我们学校其实相对是比较特别的 因为我们的学校是可以带狗狗 去住我们的宿舍 然后也可以带狗狗来我们上课的地方 这是全台湾 其实没有几间学校可以达成的事情 我们是真的 真宠物友善 教育空间 现在麻烦的是因为旅游系的那个同学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你都被关注 同时他也会来跟我抱怨啊 我女朋友随时都要带着狗耶 老师有没有狗吃的安眠药 那就让他去宠物安亲 对啊大学生没什么钱嘛 那就隔壁的住宿安亲嘛 隔壁房 我只能说动头比较好的啦 那后来我就有发现除了宠物系啊 然后他还有那天还有来那个运修系的 运修系的你不要走过去 你就知道那座一定是运修系的 运修系 你知道运修系 你觉得运修系大概样子是什么 就这样子啊 不是不是不是 运修系不一定很壮 运修系不一定出 不一定出 楼道队的还是有一些摔角队的 比较有厚度吧 相关是它是肌肉跟它的脂肪都同等很大致的 所以它不一定是瘦的 然后但是呢 我去他那一桌的时候 会直接时空交换 从头到尾就变成像台语跟立文 真的 真的 就是这样 老师坐啊 坐啥位啦 有他刚刚讲的 你有没有感受到 这是每次到体育相关的 然后就会很亲切 然后再来就会有一些话 就是说 老师这个扭肉要吃的啦 对啊 是吃啦还是吃啦 然后就会有原住民 然后他们 我跟你讲运修系唱歌 通常都比演艺系好听 真的哦 不少 他们全部都会很爱唱歌 而且很爱表现 而且很活泼 很热情 他们真的很活泼 我到那一桌是海关跟运修的 那个在干嘛你知道吗 我们大家是不是忙着生火嘛 30个炉要同时点火 是很辛苦的 速游戏在干嘛你知道吗 查怎么生火 没生过火 在查怎么生火 然后运修系的在干嘛 拿那个木炭出来 在那边折 然后他折完 然后旁边都 Let's go 就整间都在玩这个 好 进赛前的呐喊 对就变这样子 好像在干嘛一样 冰碗粒 然后我去 老师坐坐坐坐 然后冰盲掏出来 没有到这样子啦 就是老师来 那黑鸡鸡来噴噴的 就会变成很多台语 然后还有一些日文 为什么会有日文啊 因为老教练们 他们不会叫木棒 他们叫巴打 他们就是打击的木棒 然后可能要传接求训 他叫贴吉堡 原来啊 所以他们会有很多 日文夹杂台语 然后再有那个 远住民的 的一些话语 我觉得运修系 是我真的很喜欢 去的地方 然后他们都很喜欢 就是 我们会有很多 聪明的方式解决 但是他们偏向 用蛮力来解决的事情 你说木炭叫叫 然后这样折断 就在那边折 然后那个明明就是 上面有一个灯 那个灯我们就是走楼梯上去 把那个灯转一个方向就好 你就看到他们就开始跳 有没有 有他们好想把人举起来 然后在那边绕圈子 对 这就是 那上次夜店那个也是啊 也是 全场都脱衣服举起来 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特质 请上我们的FB 我们刚刚讲的都有照片 我们都有照片存证 有一个相簿 晕修系都有这个 然后很喜欢随时都把衣服掀起来 这样 对 他们的生活很热就都脱掉 你刚刚讲举人我有印象 因为他们其实 我们不是有在花博办那个泳池 户外的泳池 大型泳池 他们是把人举起来就 这样丢出去 好不好 我们那个摄影组的 我们把那个大风车学长 他可以大风车下那个滑水的滑水道 对 抹命帅 真的超嗨 对 运修系的大家都是这样子 然后那一天过去的时候 他们就会一起煮吃的嘛 我们烤肉 那运修是说什么 这个肉红红的就可以吃 牛肉没有在吃手的啦 那它是先冷冻的 所以你不要这样说嘛 吃起来冰冰的 你还拿给我吃 冰心的 不行 奇怪耶 冰心血糕 冰心 冰心牛肉排 对啊 海关系的 那个是牛肉不是剩鱼片耶 干什么 他拿来给我吃冰的耶 牛肉不用手 男子汉 对对对 赶快吃耶 老师 我的牛肉咧 就是这种口气耶 我的牛肉 你还笑 我都看到你的胃了 我的牛肉在你的嘴巴里啊 好可爱 运修系就有这个特质 他们真的很可爱 我很喜欢他们 但是他们这种特质 人家会觉得可能比较入 比较那个出路 接地气啦 对 就是在酒系 运修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会惧怕他们 好像是八加九还是 其实不是啦 八加九身好人 超可爱 很可爱 八加九很主流啊 对不对 是主流 八加九是主流 我的主流 然后隔壁桌的咯 隔壁桌我走过去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 两个人跪在地板上在那边生活 他是怎样 想要钻木局我 我想说你们在干嘛 怎么仪式感这么重 一个人是扶着那个木炭 一个人是一直在坐 然后呢 他像这样子 拿那个煮筷子 然后就插进去那个木炭 然后再点自己的手 他想先试试看木炭有没有熟吗 温度还没到 我说你有毛病喔 餐饮系 然后他就说没关系 我把这些黑掉的部分切掉 还是可以吃 自己有带刀子耶 他可以上捷运吗 一个不行吧 然后我说你刀子哪里来的 他说没有啦 就是那个后面老师 餐饮系我们有个叫八九师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的一个傅心灵老师 他说他带来了 然后我回头看那个老师干嘛 切笼匙 还在切笼匙 可是你刚刚讲这个我想到 我有在捷运上面工作上面 拿着针线在缝 然后就真的是针线 然后带着纱剪 然后就在那边缝 然后这边是拿着猪猪 我这边要提出来讲 我真的有时候跟餐饮系 或者是餐饮相关的 专业的人去吃饭 有够痛苦 说出你的故事 为什么 银翁啦 他老公是厨师 那天我尾牙请大家吃饭 然后那个龙猪嘛 你们有听过炸龙猪这件事情吗 有 然后龙猪 大家都以为是鱼的眼睛 对不对 不是吗 你看他说不知道 然后那时候我就 是嘴巴吗 不是 不是 不是鱼的嘴巴 那时候我就拿着这龙猪 然后我就骗我小孩说 这鱼的眼睛吃了会变聪明 然后结果他老公直接说什么 拜托这张鱼的嘴巴 然后再来上那些鸡肉 鸡肉他说这骨头没有切断 很烦 乱说了 我们家是有我们的专业在 那为什么要切断 他觉得切没切好 可是我跟你讲这个 我觉得他还好 跟他吃饭是比较 我跟他吃饭 让我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很像试菜 比如我们去一个新的餐 可能去外线是好 然后去一个餐厅吃饭 那你完全都不认识这边的食物 你就看菜一个一个上来 你就看他拿着筷子就这样 好 那他就先看菜的样子 然后看他的成分 然后面条如果是一碗好 他就先挑一根出来吃 先试味道 然后再下去再吃一个这样 这不这么奇怪 但他就是有点像是试菜啊 他们试菜就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这个过程 直接吃就好了啊 他专业就长这样啊 已经习惯 然后呢 然后会把厨师教官 感觉你这个味道没吃 但他的状况是如果不喜欢 或者应该说这个调味 如果是他 可能没有对他的胃口 或是会觉得他觉得不OK 他就会 我们假设叫了 可能是五到十盘吧 他就会整个都不吃 好烦喔 那整个亲戚 你怎么会说老公烦我揍你喔 不是啊 那这样子你们去约会的 这个怎么就打坏了 所以我们会去找 我也会啊 就是假如说 我比较不喜欢吃偏甜的主持人 他只有一口吃甜 我整桌都不吃了 对 我朋友都知道啊 可是我能认同 但你要问为什么 你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同学是江志诚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要一样的高级啊 但讲真的 同班同学喔 我能力竟我老公跟我讲 我老公跟我说 你看胃克的脸好臭喔 没有 他讲的真的就是 你今天吃饭的空 你的胃就这么大 你应该把你的胃 留给你想要吃的食物 嗯 就是你觉得好的 你觉得是 就是真的对你胃口的 你为什么要去 勉强自己吃那个 其实他本来就是不好的 可是我真的也会 那个真的一口下去 整桌 整美道菜都不行 对啊 我以前会觉得说 我都花钱要把它吃完 对对对 你花钱了耶 没有 我就叫你们吃完 我说我不吃了 那你还不是要花钱 再去买东西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不要痛苦 我后来我讲 你们很有钱 我后来没没讲讲的 可是你 真贴坏啦 没有 可是你未来 你就不会再去选择去那里吃 所以我们其实 我可以接受 我们不要再去吃了 因为它不好吃嘛 但是当下出来的东西 第一个不要浪费 第二个它很贵啊 不会 你们可以吃就好了 我们吃完 你们吃就好了 所以我朋友都会觉得 很把我跟我出去 他会说 那个送大爷没来 你不要点菜 他就不要先点 我记得他不吃什么 不吃什么 那算了他来再点好了 好烦哦 可是我老公没有不吃什么 就是我比较挑食 可是其实他讲真的就是 他是看调味跟一些东西 然后比起来 因为他是做中餐的 中餐西餐 其实他跟他聊起来 其实西餐 他就是比较固定的一个模式 就可能他是 他的调味或干嘛 讲真的就是吃酒味 是吃中餐居多 因为中餐的调味 调理方式更多 但是他老公煮的东西 真他妈好吃 我老公煮的东西 真的很好吃 好 我想吃 真他妈好吃 下次可以带来吗 难度很高 不得了嘞 真的好吃 可是我还是很讨厌 跟餐饮的人一起吃饭 乱讲话 真的 同时在餐桌上 餐饮的就已经够饭了 哪会 再说一次 你又跟我的助理 他是四船系毕业的 你他妈这餐不用吃了 怎么了 好说话 那边在讨论这个菜好不好吃 品质 渐质 感到有 这边菜上来 再跟摆盘好不好看 这个光对不对 色香味要俱全 我真的要 你在那边说不好吃 我不能说搞得一直吃嘛 这个怎么很烙面 可是讲真的那个 我觉得这是设计人的情况 超烦 不会 没有烦 你今天再烦几次 就是只要有人说 我忘了拍照 全桌筷子都会放下 等他拍完 超烦 那个菜上来就等一下 然后不好意思 你那个杯子往后收 每个人最好把杯子拿在手上 对 每个都要把杯子拿在手上 你的下巴出来 你厚出来 对 你不要入镜 然后你挡到光 很饿耶 你自己 好凶哦 你多饿 然后那个拍照 你拍一张就结束了吗 没有 他有时候光源跟那个角度不一样 对 他还要远的 然后远的是有那种俯视图 俯视图旁边还要再摆个筷子 还是汤匙 当然要啊 做那个构图 树叶有专攻 他们攻他们的专业 然后再近拍 近拍 然后他还要修到说 这边的那个叫对焦 在这个点 然后那边是配菜 景深 那个菜上来他的生命 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 所以我要把握这一次机会 把他的生命就是做得完整 你也知道那个菜上来 他就这个生命 他十分钟后就冷了 没那么 他书有专攻 他的速度是快乐 我要吃热的 我可以很快 我帮你回厨房 加微波加热 没有很快 很气 我修复的时候没可以吃 然后这边在那边拍照 然后终于手机相机拍 吃完了以后 换我要吃的那个再说难吃 那个在那边冲 那个餐饮器也在说难吃 没有难吃就调味比较不合胃口 然后上来以后那个生鱼片 生鱼片就生鱼片嘛 一条鱼 我老公也会 就是生鱼片来他就说 这切的位置不对 然后我就这样子 他说刀可能是 但他只是跟我分享那个刀工 他说他这个可能是比较没有经验 他的刀的什么顺向 然后我就这样子 好 对 我也会啊 我说这个鱼的味道很重 下次不要来吃了 那个鱼的味道很重 我可以接受 对啊 那他可能不新鲜 这个我也吃得出来 可是那个假设生鱼片 他刀的那个切的方向 会影响他的口感 这真的他是对的 可以不要这么讨人厌 他是对的 我觉得他是没有味觉 老公我支持你 我是没有味觉很饿 你在等等吗 你 我还在发育 你啊 你还在乎饭吗 喂 喂 这个时候就是真的各个系 都有很让人要讨厌的地方 我一定要客诉一下我老婆 你确定你要客诉 她的那个镜头没做的 餐饮系的 运修系的 宠物系的 这类的专业我都讲过了 然后我一定要客诉一下 我老婆就是所谓艺术类的 调研这边 艺术类我现在框起来 歌手 音乐家 艺术家 然后乐器师 这一种的调音师 producer 这些都属于 这些都属于艺术类的 我老婆是华钢艺校毕业的 有跟靠北的 那一群都是姐妹 然后我们都追求她 那男生我们这种抽纸 追求她之后知道吗 夜跑 夜唱 那夜唱一定会跟他们那些 华钢艺校的去唱歌啊 然后唱歌的时候 她就会一直在靠北说音准不准啊 很重要啊 我们唱的都是感情 谁跟你在准不准啊 除了感情其他都没有 你应该唱hyperlone之类的吗 没有在讲技巧的啦 那你都唱哪一类的 来一下来一下想听 我想一下喔 我那时候 死的都要爱 不不不 唱你几个音 唱不上去 我那时候因为我对我老婆唱的是什么 王杰的 王杰是谁 你那时候要王杰吗 王杰那时候很红 忘了你忘了王 一场有戏 不是一场有戏 那时候那时候 我是真的爱上你 我是真的爱上你 你是哪一组的 爱上你 爱上你 我记得第一句是 你有一双神情的眼睛 谢谢 你有融化冰雪的茉莉 帮我找王杰 好 我就唱完这首歌 你老婆是对的 然后我老婆那时候走出来以后就说 你知道这和弦进行吗 我说蛤 她说她是E转B转C麦7 然后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你知道E的组成音吗 我说我不知道 然后她说 E是 Mi So C 所以你刚刚那个是 你有一双温柔的眼睛 所以她其实是 收收收收收 你有一双 她是收收收收收 你连情音都没有在收啊 对 然后她有绝对阴感 然后我说 然后呢 我这嘴巴笑到很酸 你有绝对情感 谢谢 快一点 有手机 给我放原Key 快一点 B轻咧 然后我就 哦 好哦 然后 好 的眼睛 因为它是E B C麦 B下去 你知道B是什么吗 不知道 对 我也不知道 她说B B和弦 它的根音是T T就是那个C 好 所以 这边是往发走 所以你要从发到收 所以它才会和谐 好 你刚刚唱的那个都没有在音上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你再唱一次 好 那你知道这件衣服 它是用评测跟考课 还有三本 从那一次都不跟我老婆唱歌了 然后我就很气嘛 我就很气 真的很气 我不觉得我唱歌很难听 你觉得王杰会想提高明 我们有版权的问题 开那个哦 你有一双深圈的眼神 刚才是那个Key吗 你给我讲清楚 你贵了 你流浓化冰雪的茉莉 就没有在Key上 不重要 重要 不重要 我们唱的是KTV 不是唱歌比赛 是你 不是你 好 这都不重要 好不好 然后她那时候这样很解啊 她想要跟你分享她的专业 很烦 我们好 那时候我就很气嘛 然后我就好 不然你唱啊 不是 我是弹钢琴的 靠北 你也不会唱啊 好棒哦 她 她想要跟你分享她的知识 对 就是她们在听这个 因为好 她比较特别 她有绝对音感 好厉害 所以她听到的每一个音 或者是我讲的每一个字 她其实都可以用她的钢琴 把这个还原回来 哦 还原回来 所以我就没办法 从那天我就不跟她唱歌了 她从头到尾结婚到现在 没有一次说我唱歌好听的 你可以唱一下死的都要爱吗 没办法唱得到嘛 我可以把她唱的死掉啦 没办法唱的死的都要爱啦 死掉不爱 我不可以把她唱掉死掉啦 这个就很烦啊 我们只是去唱歌去抒压 我们今天大家开开心心的 那我又不是要来比赛了 你一直在PT说 我这有没有在音准上面 他现在你可以打到一个技术的增长 就打不到嘛 我也打到嘴巴刚一笑咧 没有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要想问你就是说 音这么不准你怎么可以投入啊 没关系 开心啊 来一下来一下 不要再来了啦 人在观众展台了咧 我自己认为 唱歌出去是输压的 不要这样子嘛 你有你的专业 那好认真来讲 真的不是那么多人跟她一样 其实走音也不是每个人都听得出来 那我整间都在走音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得出来 走音就走音咯 对不对 走音就走音咯 大家开开心心啊 所以我老婆有这个音准P 这就很 好 我知道你们的专业很棒 她的专业咩 我懂 但是我不是那个领域的人 我们彼此要互相融合嘛 那好 她有一天就回来跟我讲说 外面那台车很吵 然后就 过去了嘛 然后她说 那不是你的车吗 不是 她不是我的车 她惹在旁边 她说这个车真的很吵 我说不是 她本来就这么大车 你又知道什么车 她这声音听起来就是四缸一千cc 然后她那个转下去的那个 拜拜 转速上去 听起来就亚妈妈 来烦死你 你看那个尾音那么长 好啊 那就是阿腕啊 那个晚上没饭吃 我也有我的专业嘛 然后换来没饭吃 所以你不要 不要这样子嘛 各个人都有各个人厉害的地方 我相信 对啊 好 那那个 我们音乐系的也讲完了 设计系的也讲完了 可是设计系我想补充你 设计系的应该都会对于 水平 垂直 均分 这件事情很在意 对 他会在意一个位置 你闭嘴啦 我快入不下去了 吃饭一定会想要把碗盘筷子 先排到正确的位置 因为我的助理是设计系的 然后我有时候就是会写手稿 你没有写手稿 你是画手稿 好 OK fine 然后我就把它做成Port point 然后Port point的时候 我们就是先垂直进去 让他们每一边去做 对 他第一句话说 谁准你用的心系名体 对 谁准你用心系名体 我只是先给你 你要去负责把它做好 排版有差 感受有差 精致度有差 质感有差 可以了 谢谢 不客气 我读管理了 你的PMP如果不是那个字 如果是心系名体 你看你会生气 你说直接变减肥版吗 我也不知道这什么题 反正蛮好看的 好不好 树叶有专攻 然后我们自己学校 我在开会 因为我现在做学校的一级主观 有一些老师确实也很讨人厌 有很多专业领域的 也会把学习的东西都带过去 我都觉得你们跟老师学习的 例如呢 例如 我有时候会去跟那个 管理相关行销的科系去讨论 我们现在扫子化怎么面对这个 招生的冲击啊 等等的 你确定这是可以聊的吗 我就直接要讲 我不管你 然后那只只要是 管理相关背景的那个主任 然后我就说 不好意思 主任 我们针对你们系上 现在有30个人的名额 然后结果你只知道12个人 那我想要了解一下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 然后他就会站起来 威风凛凛的管理人 就讲出来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会议今天国和长在场 各位大家老师都在 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场合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呢 学校的行政单位跟系所 我们共创共赢共融 我们要找出整个社会 现在产生的问题 那我们学校现在有招生的特色 但是可能我们市场上并没有接受 那也许是我们没有找到 市场喜欢的人 这个是什么呢 市场的一些没有论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去探讨 怎么样找出这个问题的破口 但是我还是希望各位 我们可以和谐地讨论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会议非常的好 那你找到那个市场了吗 听君一席话 就是一席话 这就是管理人 我其实是管理人 还是管理人 我其实是管理人 然后他们就讲这些 好像有讲 但什么也没讲 就空话啊 对 超级烦 这一类的老师是我最讨厌去开会的 英文系的有没有 我不知道有没有 因为我不知道这一炮 有的 我们就是开会的时候 然后我就 不好意思我想尿尿 Time out Time out 然后等一下 Time out Time out M M 要闭 嘴巴要闭起来 Time out 好不好 我已经堵然到一个点 没有吧 你应该是膀胱快爆炸到一个点 对 那时候我已经气爆了 然后他就在那边说 好险膀胱没爆 对 他也是年轻的老师 但我们真的私下很好 然后他就说 我真的每次听你在讲英文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说 我不知道你在讲三小 然后我就会说 看我看我 三小 三小 吃嘴子 气死我了 三小 没有 好 好不好 英文会讲了不起哦 各个领域 你可以去考台语师资 我可以哦 各个领域跟各个科系 他都有他自己的专业 当然 但是如果你过之 就会超过了 会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啦 你们都不知道自己讨厌的地方 哪有 我们是优秀 他是设计系的嘛 优秀 对 我自己也要检讨 我自己我是管理人 我有时候也会像那个 刚刚讲的那个管理 一直在放空话 那我又检讨我自己 我没有 我讲到的我都有做到 有吧 你会逼我们做到 Yep 我们是协伴单位 不管怎么样 我们该做的我们都有做到 我说我要开频道 我们就开频道 对不对 我说我们要有一万人 还没有一万人 拜托 追踪一下啦 拜托啦 没做到啦 还没有一万人啦 舅舅老残雄 阿老 舅舅老残雄 舅舅老残雄 买口香糖 不是啦 你是老 那我是产是不是 下巴藏是产肺是不是 不可以 是啦 拜托啦 拜托 你的 你每一次都在挑剔我买衣服 你有发现吗 有吗 我是这种人吗 是 我是 你很值得调屁啊 你说你买粉色的 我觉得那已经对我来说很粉了 这是可以分享的吗 我们要先买好我们每次的 就是要上节目的衣服 然后我们两个就会想要把颜色配到对 那他有一天就跟我说 我跟你说我昨天去买了衣服 然后我买了很多 我说那你买了什么 我刚好今天要去买 我可以参考一下 他说我买很多 我觉得如果你去摆货 你去看他们的那个壁面 他们的展示的 那一系列我都有买 然后我说 所以我就还跟他确认 因为他没有给我看照片 我说那大概是粉红粉蓝 就春天的嘛 粉红粉蓝粉绿 粉粉的都粉粉的 对 都粉粉的 我说OKOK没问题 然后我就去买了 然后买了之后就拍照给他 我想说那你到底买什么 你拍照片给我看一下 我已经买了 他拍照给我看 他给我看的是 深咖啡 深灰 深 我记得都是深色系 黑色 所以他是粉咖啡 他当初跟我说的粉色系 春天色系在哪呢 所以是你色盲吧 比我的肤色粉就粉啊 我真的整系列再重买一次 我买的那个红 我以为它叫做 深粉红 它叫早红 早红 深粉红 有没有红枣吗 那个早红 可以吧 蛮好看的啊 不然就是酒红 我这个你知道吗 GQ上面只有焦 GQ吗 你还有那个辣沙粉 他没有 所以我都买了 我还记得刚才GQ GQ只有焦冷色调的 黑白灰 重点是我刚才问了 你摄影师买什么 是不是春天色系吗 粉色的吗 他就说 对啊 然后说是粉红粉 墙上的都有了 墙上的都有 你看你想到我都买了 那就好 你想太多了 所以他没有 我真的想太多了 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吗 嗯哼 因为那时候我去买 我真的墙上的都买了 结果那边是过季在特价的 是上季的颜色 是冬季的啦 谢谢 不好意思 真的谢谢 管理学角度 那个比较符合经济条件 对 好 对啊 OK 可以哦 好不好啦 那沙粉 你跟我讲那台车 烤的是什么色 我会告诉你色号 没有 我只会选黑色 但是你跟我讲衣服 我讲不出来啦 没关系 可以对色卡 对 我也没有靠北说 你老公开了什么车 那个听起来就是第三缸 点火不太顺畅 那是什么 对嘛 好烦 对 你一直PT我 这个格子也没有对到 我就买 所以你看你现在 他没有穿格子很棒 认识他开这个节目以后 请问各位观众 三十几了 你有看过我们所有的人 有穿过格纹吗 有吗 因为我们有一件格子 经过他考验的 也不算啦 吧 超讨厌 但有条纹的 但横条 横条我们接得上 有吧 等一下 对不起 我带入了我的画面 对不起 好 对不起 各科系都有自己 各个科系的专场啦 那如果你的专场 对你在你的专业领域去发挥 自发尾音在撒娇吗 专场啦 一点点啦 好不好 所以如果 如果你们回到家里 或者是跟其他的同学 你们国小的同学 国中同学 还没分类之前的同学 和在一起聚会的时候 请收起你的专业 让大家以开心为目的 好不好 有开心啊 很开心 很烦 如果我需要专业的需求 我会来问你吗 像现在我有衣服的需求 我不知道这什么颜色 我会问你了 有 我同学还讲真的会就是拍照片 跟我做确认他要买什么 对啊 那其他如果有一些人要创业的 同学要创业的会来问我啊 像你有一些创业相关 服装相关的 也会来问我嘛 那等我有问的时候 你再答好不好 可是我想要热情的跟你分享 不要 先不要 我以为我们是好朋友 好朋友也有到点的之后 先请勒他 好不好 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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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 烦耶 贪 是M 吃嘴哪里 三小 三小 各科系都有自己专业的地方啦 各科系也都是自己的小怪癖 那如果你希望 或者是我们分享这些小故事的话 也许你们可以投稿给我们 如果我们在15分钟之内 可以讲得清楚的话 也许我们可以在节目上 跟各位分享 那只要你是大学生 高中生 还是国中生 你们有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都欢迎你们跟我分享 那各个科系你们自己的专业 自己在自己的领域里面玩 好不好 不要带出来 我们要国际交流 你回家也不要带回家庭知道吗 你有一双温柔 拜拜 这一集到这边咯 老婆爱你咯 那你们知道什么是Center吗 没有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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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场尖叫耶 笑死